拳王泰森职业生涯中成名之战 年仅20岁就KO了世界拳王夺得了冠军金腰带 成为拳击史上最年轻的世界重量级拳王 而这场比赛发生在1986年的美国拉斯维加斯 由泰森挑战当时的重量级冠军得主博比克 在赛前很多人对泰森这位新人并不看好 就连博比克本人都曾出言嘲讽他 不过是个黄魔小子 赛前对手环节中 博比克就不停地上下打量着泰森 一会左看看一会右看看 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比赛开始后泰森直接朝博比克发起进攻 连续的重拳一刻不停地向他砸去 反观博比克也想重拳还击 但面对泰森到无切可击的躲闪 一时也没了脾气 只能边退边打再度寻找机会 终于在泰森一记后手重拳落空时 经验老道的博比克抓准了时机 对着泰森就是一顿阻托拳砸在身上 但经过这一轮攻击的泰森看似并无大碍 泰森看似并无大碍 在第一回合快结束时 泰森以一套组合拳打了博比克一个亮枪 整个人犹如炮弹一样向后退 直到在围绳边才稳住身心 然而此时的博比克已经被打得有些懵怒 面对泰森的攻击只能拼命防守 有时连战都占不过 最终裁判铃声响起 这才让他有了一次喘息机会 但不知博比克是不是被打坏了脑子 在这会儿还朝泰森吐口水挑衅 能挨了揍还吐口水挑衅的 他也算是第一人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后 泰森打得愈发猛烈 开局不到十秒就将博比克击倒多秒 前博比克几岑 运时动带 VI 三人 三人 外来 strengthen 手放腿 回맙 面对 终于 对 听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时间又过了几十秒后 莫比克被一记上勾拳加后手重拳彻底击毁 整个人直接倒在了擂台上 此时的他还想站起来继续比赛 却不料还没站起来就又摔倒在了围身边 最终裁判见状直接叫停了比赛 泰森也成功拿下了重量级冠军金腰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